平时我们出门办事的时候呢 都知道要防着小偷 譬如逛商场 要看好包包 留心手机 玩好皮夹子等等 可您听说过这出门还要防着小偷偷头发的吗 您还真别不信 无锡的崔女士最近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早在2010年的时候 崔女士就开始留起了长发 三年下来一头乌黑的长发已经将近一米 前天上午 淫义自豪的长发竟被人无情的剪断了 从六大型的招聘会 在无锡心区 然后那场内的人很多 人挤人脚踩脚的 我也没发现 我当时就提一个包 然后手上拿了一袋剪裂 然后我也没发现 有人帮我剪掉头发了 偷偷的剪走了 他剪的你看 剪的都是不是一刀剪下来的 他就是可能是一点一点这样 像这么多的时候这样剪 慢慢的剪的 因为人太多 你都没发觉吗 剪一头发 没有呀 因为也没有什么疼啊 也没有什么笨拽的那种感觉 崔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 竟有人这样偷头发的 趁她一不留神 一剪刀一剪刀 将她的头发剪掉了一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小偷会偷头发的 我遇到这种事之后呢 我一坐上车的时候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 我说小偷偷东西的技术性 现在是太高招了 想法也太离奇了 看着如今只剩一半长度的头发 崔女士是又气愤又好笑 除了要提醒广大女士出门要留神 头发被盗之外 崔女士还有几句话 要对这名奇葩的小偷说 你既然有这么灵活的头脑 去到招聘会偷人家头头发 说明你的脑子已经很灵活 我希望你可以改行 不要去做这种偷雞摸口的事 不可能会发生的